我們要做一個延長線 到這裡用這樣而已 我電風和這個這樣而已 環保站容易悶熱 為了必備的電風扇 和各種電器 延長線到處拉很危險 最主要是怕電線 電線走火老鼠咬電線 那我們的老菩薩 他們在走路有時候會 會判到那個電線 八十幾歲都要拔倒 沒有 想要加速 坐人不能坐 插座經常會像這樣 拉了延長線後 又插一條六孔的延長線 等於一個插座 插滿後就有十二個孔 還有這個 電線全都纏在一起也不行 為了環保志工的安全 水電達人出動 所以你現在要做成怎樣 那個電風扇跟插座 五十多年經驗的老師傅 進駐環保站 進行電路大體檢 這一次我們改進的方向 是把它從那個線路 全部改線 從拉管線 我沒有看到那個管線以後 加強它的安全性 線路重拉增加插座 電風扇則是固定在柱子的上方 減少地板的線路 造成行動的障礙 我們在緊張插座的延長線 就讓它插座 像你對那邊流流堆 硬體逐一改善後 用電的觀念更要加強 讓環保站這個大家庭 能更加安全 帶來新聞 陳怡珍 王昭中 鄭瑞平 高雄報導 大 小